开始吧 好 欢迎大家来到尼格迪姆真理追寻会 我是主持人张坦 我们先请我的同工 现在香港服侍的李永良牧师 带领我们做一个开始的祷告 有请李牧师 好 我们一重来 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 感谢神 在这个黑暗的世代里面 真的是 是神的恩典 仍然感动 那么多的忠心的仆人 他愿意 用上帝的话语 再一次来唤醒 我们现今的 沉睡的基督徒 主啊 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看见因为主你 亲自道成又生 来到这个世上 目的就是要拯救世上的灵魂 主啊 我们看见 现今的教会 只是看见自己 教会里面的四面墙 而看不见 神又让我们所看见的 主啊 愿神你就使用你的仆人 今天在这个世代里面 让我们通过这个今天的这样子的分享 打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看见神让我们所看见的 让我们明白神让我们所明白的 真的让我们真的愿意走出去 走到好像神你的吩咐 到世界每一个角落都要传讲主你的福音 主啊 愿神你今天 接恩接力 给我们的 这个行 愿长 让他真的是在当中 用你的话语 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真正 能够去明白上帝的心意 让上帝的心意 真的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主啊 我们感谢主 愿神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好 谢谢 谢谢永良 好 行福生教授 是我多年来都十分敬佩的一位学者 我们主内的一个学者 他从事中国基督教 以及当代中国的政策关系的研究 已经有很多年了 他曾经担任了 香港的中文大学 从基神学院的院长 住宿整身 尤其是当代中国的政教关系遗书 在国际上有广泛影响 博德国神学院的最佳教学奖 基督教的经书奖 香港中文大学的校长模范教学奖等等 我之所以敬佩行教授 不但是他是有见识的学者 而且他是一位有见证的使徒 在很多的公共事件上 他都勇敢的发生 比如内地拆十字架事件 对政教关系的影响 王一牧师被捕以后 他在香港公开的举行祷告会 声援王一牧师 他批评教科书职业道德与法律 篡改约翰福音第八章的相关的情节 在电影十年获得三十五届 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电影时 他时数一个月表示足货 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我敬佩他的理由 那么现在我们来把时间交给行院长 有请行院长 各位同工弟兄姐妹 大家早安午安 这样子不同的时间地区里面 谢谢张老师的介绍 其实有点夸张了 对 其实只是做一个研究 中国以及香港基督教的一个学者 就是我自己最喜欢还是做历史研究 我其实已经20年以后 已经卸任了那个院长 而且我去年底已经退休了 所以就大家教我老师就可以了 也不需要臣服什么院长这样子 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 可能就是 其实我除了中国的基督教研究以外 另外一个研究的兴趣 就是香港的基督教历史 所以我今天选的题目 就回到香港的教会部分 可能对现在在听的弟兄姐妹 可能有点陌生 因为可能大家对香港的教会 以及香港的历史的背景 可能不一定完全的熟悉 但是希望通过香港的个案 也可以 其实我想我们不管在什么地方 就是教会跟社会的关系 我想也是我们不可以避免的 要面对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到底教会以及基督徒 我们在社会里面 我们的角色应该是什么 我们的有没有社会的责任 在这方面可能在教会历史里面 其实也会引起不同的讨论 以及争论 那我现在希望通过一个香港的个案 帮助我们来去了解香港所走过的路 我的题目就是战后香港教会的社会关怀 一个历史的考词 我把这个历史就把它限定在1950年代到1980年代 我想这几十年是蛮重要的 也是蛮精彩的 关于80年代以后 其实香港的处境的变化 以及教会的 其实也是很复杂的问题 所以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今天就停在80年代 这样子 好 那我就跟大家做一个背景的说明 先谈一下香港的历史的背景 大家要晓得 其实香港在过去 曾经有一段殖民的历史 被殖民的历史 英国人他们在19世纪的时候 他们占领了香港 然后香港成为英国的殖民地 其实在香港成为英国的殖民地 之前 他其实在 只是一个南中国的一个边陲的一个小地方 而且可能是 不是很有名的一个地方 其实那个时候 那个香港岛的人口 只有几千人而已 其实就 真的可能是一个 人一个小的地方而已 但是当香港人口的 香港其实 他们人在哪里来呢 其实 一直以来香港的人口 其实他跟南中国是分不开的 所以 里面的人 可能大部分 可能都是来自南中国的一些移民 他们跑到香港这样子 那我想对香港来说 他最重要的一个历史的改变 就是 在鸦片战争以后 这里提到的是 1842年的一个南京条约 这个南京条约呢 他就是在鸦片战争以后 然后就清政府 他就打败了 然后他就把香港岛 大家也知道 其实香港是一个分害不同的部分 然后在一个香港岛的部分 他就把他永久的 就是隔样的给英国 然后在1860年的时候 然后有第二次的鸦片战争 或者是我们说的一个英法的联军 然后在清政府要战败了 然后他就签订了一个另外一个条约 就是北京条约 然后这个北京条约呢 他就把九龙半岛 一个很小的部分 又把它就隔样了给英国 然后再到1898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是清末了 已经那个时候就是 列强 西方的列强 他们就是在中国很多地方 他们都可能是 化了他们的势力范围 以及强迫清政府 就是把一些港口 把它租借了给他们这些西方的国家 所以在1898年的时候 英国他就利用这个机会 就跟清政府 又签了另外一个 叫掌握香港自己的一个专条 就把那个新界的部分 又把它 这个不是各样 这个就是租了给英国 租了给英国 那个租月就是维持99年 维持99年 所以我们说今天 大家如果来到香港 就是我们常说香港分开三个部分 一个是香港岛 一个是九龙 有另外一部分就是新界 所以其实 这个三个地区 其实它就是根据过去的一个 不同的历史的发展里面 因为清政府 它跟英国所签的不同的条约 然后它就归了给英国的一个统治 就是因为那个租月的问题了 所以就是因为它是1898年签 所以那个租月是维持99年 所以1898年加99了 就是1997了 所以就是面对一个所谓的一个租月的一个问题 所以当然了就是在1949年以后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它成立以后 它当时又没有马上的解放香港 那个时候其实那个解放军 他们已经来到那个深圳 那个罗湖那边 当时大家也在看 其实会不会 解放军他们就过那个 那个罗湖 然后他们就 把香港这个 殖民地 殖民地也收回来了 但是最后没有 后来50年代初的时候 周恩来总理他好像 也提过 香港这个地方 其实他们要充分利用它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韩战 中国面对很多的挑战 所以他们觉得保持香港这个特殊的地位 其实对中国 其实还是有它的一个价值在里面 但是他们后来也说 这个问题 适当的时候我们再处理吧 然后在1972年的时候 然后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们就加入联合国了 然后那个时候 71年 然后后来他们就 马上就跟联合国说 不认可香港跟澳门是一个殖民地 这样子 所以就是 后来就是在80年代以后 就是英国就 因为那个驻越的问题 他就必须要跟中国谈 所以就 那个时候邓小平 他就很清楚的说 97年要收回香港 这样子 所以就中英谈判 然后就是 后来就联合声明 以及这样子 就确认了香港 在97年7月的时候 就回归中国 成为一个特别的行政区 所以我们这里是一个很简单的 一个香港的一个 一个利息的一个概况 然后其实在这段历史里面 其实我们怎么去理解它 我不晓得大家没有听过一个说法 是借来的时间 借来的空间 这个说法 其实是在60年代的时候 一个在香港的一个人类学家 他所说的 他生活在香港的时候 他感觉到香港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他用借来的时间 借来的空间 或者是借来的地方 来形容香港 香港这个地方 他的时间是借过来的 为什么说是借过来 因为刚才说 你要面对那个一直97的问题 其实他在60年代的时候 他已经 其实97 跟60年代距离 好像还有30年 而且说30年 他觉得其实时间过得很快 其实你不要等到97 对英国政府来说 他也知道 他其实在70年代的时候 他内部已经在讨论 97越来越近 我们怎么办呢 尽管从英国的角度 他说香港岛跟九龙半岛 是永久的 各样给英国的 但是那个新界的部分是住 其实99年 那不可能是 只把新界交回给中国 然后维持香港岛跟九龙半岛 这个现实上是不可能的 而且那个新中国的政府 他也不认可这三条的不平等条约 所以其实这个97年以后 香港到底是怎么样呢 这个大家也没办法掌握清楚 所以那个时候大家 我在香港的人 他们就有一个好像 我们这个时间好像是借过来的 这个香港很特别 就是原来是出于 中国的一部分清朝的管制的 然后他就成为英国的殖民地 在英国的管制下 香港有一些很不同 不一样的发展 但是这个好像是借来的 要还的 借的是要还的 这个地方 这个时间 好像不是我们香港 可以自己掌握的 他需要归还的 所以他用一个借来的时间 借来的空间 来形容香港 这是我们对我们的未来 那个时候是感觉上 好像是不知道的 那怎么样了 这个是一个 那个时候 这个人类学家 他所形容的香港 后来香港有一个社会学家 他的名字叫 吕大乐 他也根据这样的一个背景 他说香港的人 这个香港很特别的这个社会 他好像是没有未来的 没有未来的 但是久去以后是什么样 大家都不晓得 所以大家可能只看现在 目前 有一个很独特的一个时间的 一个政治时间的系统 这个就是1997了 要面对这个1997 香港他们没有记住的 因为这个是 中国政府跟英国政府 他们在谈的 香港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没办法可以参与 在里面 然后这个香港的未来 就是根据两国政府 他们来做一个 一个这样的一个 一个决定在里面 所以这个是 我们通过香港历史 我们了解到这个背景 然后我们 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刚才也提过 香港是一个移民的社会 一个移民的社会 当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的时候 刚才也说 其实香港 那个香港岛 以及九龙半岛 原来那个人口 其实很小的 其实很小的 然后这个是很特别的 香港这个在19世纪的时候 其实香港的那个出生率 不高 不高 因为很多来香港的人口 其实他们从南中国过来 他们可能 开始的时候 他们都是单身的 一个单身的男生 他们来香港找机会 找工作 那个出生率不高 但反过来香港 那个死亡率 是很高 那个卫生 医疗的问题等等 所以我换句话说 香港每一年 他死掉的人 比出生的人是多的 如果根据这样子的话 那香港人口应该 往下一直再降的 但反过来不是 香港人口一直在增加 你在一个地方 他死的人比出生的人更多 但是人口一直增长 那人从哪里来了 那其实这个是香港 都是从南中国过来 南中国的过来 他们都是一个移民 那 一个香港的政治学家 他的名字叫 冠信志 他写了一篇文章 这样形容香港 他说香港这个地方 是一个移民的社会 主要的人口 他们都是移过来的 不管是华人 或是外籍的人 他们都是外来的人口 他形容香港是一个这样子 他说香港这个地方很有趣 被统计的人 他不以香港为家 要统计香港的人 他也不以香港为家 所以香港这个地方 就是一些 不以香港为家的人 来统计另外一群 不以香港为家的人 为什么说统计者他不以香港为家呢 统计香港的那个时候就是英国人 英国他们只是把香港看作是一个殖民统计的地方 然后其实那些统计 不管是那个港独 以及那些英国派过来的高官 他们可能都 那个任期 结束以后 他们就回到英国了 他其实不觉得香港是属于他的地方 他来香港只是因为派过来的 那个工作完完以后 任期完以后 他肯定要回到他的主家 英国 然后被统计的华人 刚才说 人口一直增加 那些华人从哪里来 就是从南中国移民过来 他们对他们来说 他们来香港 他也不觉得香港是属于他们的 那可能 他们为什么来香港呢 这是南中国的移民 两个原因就是经济的 以及政治的 经济的这些 他们觉得香港很多机会 可以打工 可以找工作 对这些经济的移民来说 他来香港 就是赚钱 然后他 然后他觉得那个 钱已经差不多了 对他来说 他当然 不会带在香港 他就是回到他的 向下里面 他会回去买地 然后盖房子 这样子 或者是娶老婆 这样子 然后另外一个原因 他们是战绩的 香港很特别 因为是英国的殖民地 所以每一次当中国 他发生了一些 动荡的时机 很多人他们就跑来香港 逃避 因为香港 是另外一个地方 是属于英国统计的 所以好像是 19世纪的太平天国 他也晓得 那个太平天国 那个洪秀泉 这样子 结果 也有很多人逃避 那个 太平天国 以及后来 一些跟太平天国 有千年的人 他们逃避 清政府 对他们的 那个 逮捕 他们都跑来香港 然后后来 辛亥革命的时候 晚清的时候 那些 也是很乱的时期 也有很多 南中国的移民 特别那个时候 他们是比较有钱的 他们就也跑来香港 以及后来的抗议战争 那个时候香港 是1941年 才被日本占领 所以在37年以后 从37到17中间 他们觉得香港 是一个安全的地方 他们又跑来 然后后来 国共内战的时候 他们又跑来 所以 对这些 因为 因为中国 比较不稳定 所以他们就觉得 香港是一个 相对来说 比较稳定的地方 他们就 跑来香港 但对他们来说 他们觉得 他们还是要回去的 他们来香港 只是避难而已 那 当中国的那个局势 比较 回复 稳定以后 他们就 就回到 属于他们的地方 所以 对这些华人来说 他因为竞技的原因 或是因为战机的原因 他们来到香港 香港这个地方 也不是属于他们的 他们不以香港为家的 他们还是 还是要回去的 所以 这个关心机教授 他就这样形容香港 就是 很特别的地方 统计香港的人 不觉得香港是属于他们的 被统计的华人 又不觉得香港是属于他们的 所以这个移民社会的特点 就是这样子 尽管他移过来 但是他们不会觉得要在这里 生根 一直 带下去 他们还是要走的 所以这也是刚才说 那个借来的空间 借来的时间 另外一个角度 我们可以理解这句话 但是 从一个移民社会 后来香港到战后 就变成是一个 我们说一个典型的 一个难民的社会 国共内战的时期 已经有不少人跑来香港 然后在1949年以后 50年代前后 据统治 其实来香港的 中国的难民的人数 是超过100万 100万 战后香港的人口 其实已经在增加了 1946年的时候 香港人口已经到100万 但是 50年的时候 香港人口已经从100万 46年的100万 就增加到236万 56年的时候 已经去到250万 所以你会看到 那个50年代 是整个香港人口 增加很快的一个时间 而且这部分 大部分 最少100万 其实是来自中国的 因为逃避 政治的变化 政权的改变 所以他们就来香港 所以那个时候香港的难民问题 是联合国国际的关注 所以你看1955年的时候 当时的联合国的一个难民的一个高级的一个专员公署 他们就出版了一本书 香港的中国难民的问题 他们特别来香港做一个调查 了解香港那些中国难民他们的状况 然后都发现 他们面对很不容易的 不管他们来 他们原来在中国的背景是什么背景 是知识分子 或者是一些平民 其实他们来到香港都 面对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过程 因为他们第一方面 他们要离开自己的家 连根拔尺来到香港 然后第二 他们来到香港以后 他们一般都不能找到他们原来的工作 而且他们就出现一个 要找一些地下介层的工作 原来你是教书的 香港不承认你的学历 你不能再教书 都要当一些比较低等的工作 所以对于那些中国难民来说 除非你真的是那些有钱的商人 要不你在香港 就是面对很不容易的一个处境 所以那个时候联合国 他也特别来了解香港的难民的问题 然后后来其实 大家都觉得 在香港的中国难民 是我们很需要去帮助他们的 其实那个时候 英国的政府 他面对那么多的中国难民来到 对他们来说 那个时候他们觉得 这些中国难民 他们应该不会在香港待很长长的时间 所以英国政府觉得 我们不要管他了 其实英国政府觉得 我没有机缘去照顾他们 为什么英国政府会这样想 因为正如刚才所说的 他们从香港的历史里面 他们了解到其实在过去香港的历史 这些因为战绩的原因 跑来香港 他们基本上他们都会回到中国的 当中国内部的局势比较稳定 他们都会回到中国的 所以那个时候的香港的 以及英国的政府 他们就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些来自中国的难民 他们其实也不会在香港待很久 一方面他们觉得 如果这样子 他们说可能有两个可能性 第一个可能性是 可能后来国民党 他成功反攻大陆 成功反攻大陆 他们觉得那我们就会回去了 第二是国民党不反攻 但后来他们觉得共产党原来不可怕的 他们慢慢觉得 原来中国共产党的统计 中国的社会可能也不会 也是不错 那他们就可能还是要回 不要流落在香港 这个英国管制的地方 所以英国政府他们觉得 这些中国难民 他还是会回中国的 但是这个计算就错了 结果这批中国难民 就都没有回去了 都没有回去了 所以就变这个难民的问题 其实人口的问题 就对香港社会 带来一个非常沉重的一个压力 很多问题 等一下我们就会看 其实教会那个时候 怎么回应他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往后看一下 这些人的问题 香港人口的问题 那现在大家看到一个图表 是1961年的时候 香港政府所做的一个人口的一个普查 其实香港每10年 他们就做一起的 1961年这个人口普查 这个人口的结构 大家看到这个表 其实是蛮经典的 你可以看到 其实它的底层是很大的 然后就说明什么 香港的人口 其实大部分可能就是在一个 比较这里看到 是19岁以下的 那个人口 已经占了一个 这个很大的一个基础在里面 这个是第一个 我们要注意的 香港的人口 在61年的时候 那个统治 19岁以下的 占了一个蛮大的比例 这群人可能很大部分 可能就是战后的 我们说的印尼潮 然后在1966年 香港每10年做一个大规模的普查 然后每5年 就会做一个中期的一个普查 那66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那个普查 又发现另外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就是说 20岁以下的人口 已经超过180万 就是已经占香港总人口的一半 比1961年的时候已经再增加了3% 然后更重要的是 这是香港从1841年 开普以来 第一次记录到 香港出生的人口 占香港整体的人口的一半 刚才说起从19世纪以来 香港的人大部分是外来人 移民 快去50年代的难民 香港的 六年 在香港的历史里面 第一次出现 在香港出生的人口 超过总人口的一半 这个很有意思 就是说香港已经 那个土生土长的人 他已经占了香港人口的一半 就是土生土长跟难民 跟移民是很不一样的 对不对 他在香港这个土地里面出生 他就觉得香港是有归属感 有归属感 跟上一代的那些移民难民不同 他们觉得他们在香港好像是一个过客而已 占据着 我们只是逃避 被避难而来 香港不属于我的 但是他们的下一代在香港出生 然后到66年的时候 他已经超过总人口的一半 他们在香港出生 他们对这个土地 对香港这个地方 他们会有归属感 那有归属感 跟难民跟移民 是完全不同的一种的 心态 如果这个地方属于我的 我会关心这个地方 觉得有问题的时候 我要希望解决这些问题 如果这个地方不属于我的话 管管管他了 这是问题 反正我也会走了 让他那些问题 就就只要不不 直接影响我 我就不管了 你看到是完全不同的一种的心态在里面 我们说其实这个 对香港 以及香港的基督教教会的一个社会关怀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景 好了所以这部分 我们可以了解到 整个香港的背景 从一个移民社会到难民社会 以及到一个开始出现一个本土的人口 一个演变的过程 这个发生 特别是从难民到本土了 就发生在战后 发生在50年代到60年代 70年代这个时间 起见点里面 好了 那所以我们接下来就会把那个 那个焦点回到 那基督教在香港社会里面 他在做什么 那我们当然我们今天所谈的是战后 我们稍稍的 因为很小的一些 也回顾一下在战前 就是我们说的战前是19 那个15年前 那个时候了 那个基督教跟香港的社会 简单说 讲几个例子 第一是医疗的事业 从十几世纪来 其实教会 他们都办很重要的意愿 香港历史最悠久 还有最好的意愿 其实是教会所办的 那个时候伦敦会 在这些方面 做了很重要的一个工作 但对基督教来说 那个时候他们为什么办医院 他们当然首先的想法是传福音 我们办医院 然后就是让病人住在医院里面 那我们就可以去跟他们传福音 其实当然 这个传福音的宣教的关怀是很重要的 但当这个医疗的事业 他们开展以后 其实对他们来说 后来更重要的是 意志病人的身体 当然我们也很关心他的灵魂 但是做一个医疗的专业 然后他们觉得医疾身体 其实也是需要的 而且那个时候 其实教会所做的事情 都是很有规模的 所以对整个香港的社会 其实带了很大的贡献 然后我们再举两个例子 是一些社会运动方面的 第一个是19世纪的一个反鸦片的运动 当时是有一些华人的记录图 他们发起的 其实香港 抄鸦片的问题还是蛮严重的 所以当时他们就成立了一个 劝借鸦片的会社 就发起一个要反对鸦片 而且要帮助那些人戒毒 这样的一个运动 有另外一个蛮重要的是 到20世纪的时候 一个反对 怎么说 那个储备会 不好意思 我的那个国语 还是有些发音不好 那个被鸣 那个就是说那些 当时香港说的妹仔 妹仔 其实就是奴隸 其实很多有钱人 他们就会找一个女孩子 来成为他的被鸣 其实那个时候是一种 怎么说 好像一种奴隶这样子 那个那个女生 其实他就是卖给他们 这个问题很严重 其实这个问题还蛮有意思的 在英国的本土 其实对这个问题 已经完全的禁止了 这个奴隶的问题 其实我们都晓得 美国的历史 后来就因为怎么 面对那些黑奴的问题 而且要打仗 内战 在西方的社会 他们是越来越觉得 奴隶是这个人口的贩卖 很多问题都会发生 为什么在英国的殖民地下 香港反过来会允许 因为那个时候香港的政府 他知道华人 就是有钱的话 他们都很普遍的 找一个小女生出来 做一个被鸣 然后会发生很多问题 一些越带他 以及甚至是一些 侵犯他们的这个问题 在里面 而且也引申了一个人口的买卖 有需要 所以他们就会把一些女生 拐带过来 卖给那些有钱人 但是英国的政府在香港 他不处理这个问题 因为他不碰那些华人的利益 如果他禁止的话 那些有钱的华人 都会起来反对 他为了管制的需要 因为殖民地嘛 刚才也说 稳定 所以他就不要跳起这些问题 但到20年代的时候 这个问题在社会 越来越出现一种声音 而且提出这个反对 这个触备的问题 就是基督徒 当时的教会里面 那些华人的基督徒 他们都组织起来 要成立一个会 然后他们 蛮重要的 他们首先他们办演讲 而且邀请那些赞成的人 来跟他们对话 你为什么觉得应该的 你的理由是什么 我们的理由是什么 好像是 你看到那个时候 好像是一种 公民社会的一种的论述 然后他们希望 通过讲道理 而且其实是不言道的 很多很多社会问题产生 然后他们也把压力带回英国 因为教会跟那些国际的网络 很有联系 所以他们就通过传教士 然后也把反对这个声音 带回英国 让英国给压力给香港的殖民地政府 然后这个其实不容易 因为本地的利益太深了 所以最后这个搞了十年左右 搞了十多二十年 最后才成功把这个问题处理掉 所以你会看到 其实在战前 香港在这方面 其实不是很普遍 但是他们在针对某些问题 有些长久的 好像医疗的工作 但是也会回应的 针对一些个别的问题 好像是亚片的问题 以及那个被履的问题 他们也会组织起来 特别那个反对淑辈的运动 在二十年代 那个时候主要的反对者 都是来自教会的 他们从那个人道的问题的角度 觉得那个不应该 好了 要到抗战的时期 其实香港的扮演的更重要 因为刚才也说 很多难民跑来香港 三七年以后 那个南中国很多地方 都被一本占领 很多所以很多人 他们跑到香港 香港他们一下子接受 很多来自中国的那些难民 难包 所以他们就成立了一个 香港基督教的社会服务总社 来照顾那些难民 要有越港的基督教的 国难的一个朝账会 三九年的 当时香港一个 香港的基督教联会 他们也组织了一个 国难的朝账会 找地方去办难民营 接待那些跑来香港的 给他们吃 然后去照顾他们 所以你会看到在三七到四十一年 在香港还没有沦陷前 其实他也做了很多这方面的 那个救济难民的一个工作 所以这是很简单的 跟大家说 这个在上前 香港在五十年代前 那个情况 好 那接下来我们马上就 到那个五十年代那部分 刚才也说了 五十年代香港是一个 很典型的难民社会 超过一百万的难民 他们来到中国 这个是人口的问题 所以大家看到 在这个PPT里面 有个图片 那个是一九五六年的时候 香港政府那个联报 然后他在这个五六年的联报里面 他在第一章里面 做了一个整年的回顾 他的标题就是一个 人的问题 人的问题 香港在过去这几年 我们承受了大量的中国难民 人多了 就什么都是问题了 对不对 没地方住 住房的问题 然后那些孩子 没书读 那个教育的问题 有他们的卫生医疗的问题 计案的问题 方方面面 整个社会的问题 都因为人口增加的问题 而就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 一个挑战在里面 所以你会看到香港的政府 他刚才也说 开始的时候 他不管这个问题 觉得这些中国难民 他还是要回去 但是到五十年代中的时候 已经发现 其实不可能 今天就会待在香港 所以香港政府 所以为什么是五六年 他们在把这个问题 放在一个联报里面 去讨论 所以 怎么去回应 这些难民社会的需要 所以刚才 你会看到 就是说 救济的工作很重要 要帮助他们 没地方吗 给地方他们住 没饭吃吗 我们派东西给他们吃 没书读吗 就找学校给他们读 找医生去帮他们看病 这样子 所以那个时候 主要是一个 特别是一个 食物的救济 就是特别是 给东西给他们 那个时候 很希望 流行派那些救济包 一个包送给他们 然后里面有一些 基本的生活用品 吃的这样子 而且那个时候 因为中国难民太多 所以 刚才也说 国资的社会 也特别关注香港 中国难民 海外的援助 非常重要 这个也是香港政府 觉得 你不用我了 国际 都帮助他们 我也不需要 投放太多的机缘 对不对 所以香港那个时候 成为一个国际 这是救济的一个重点的地方 所以在这里 我们会看到了 是香港 有很重要的一些基督教的 救济的主题成立了 这里看到一些名字 基督教福利救济协会 基督教世界服务协会 世界新一中 天主教卫理工会等等 而且后面那几个呢 都是国际性的 他不是以香港作为一个总部的 他其实是国际性的一个组织 然后他们派人来到香港 因为香港这些难民的需要 所以他们特别来香港开展服务的 在50年代开始 所以你会看到 因为这些国际的资源 他们有比较大的一个经济的帮助 所以就变成是在这方面 其实救济的工作很需要钱 然后就是因为有这些国际的背景 所以就可以把很多重要的资源 他们都可以引进到香港 来帮助这些有需要的难民 所以那个时候 救济的工作的主要可能是传教士 他们来负责的 他们跟国际社会的一种的连接 海外的援助非常的重要 然后这里也提到 最重要的是一种 这里说的一种解决生存的需要 解决生存的需要是最重要的 那个时候 不管什么就是让他们活下来 找地方给他们住 医他们的病 给饭他们吃 这样子 一个最重要的迫切的需要 慢慢慢慢 其实刚好后面我们也会说 他们开始把这种重点 从一个生存的 当他们已经能够活杀以后 你就问 那么就继续怎么帮助他们 他们就是要活在香港 要生活在香港 所以就开始一个社区的 一个重建的一种的概念 就慢慢出现了 所以你会看到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这个 难民的问题 所以大量的机缘拿到香港 然后来回应这些难民的工作 那接下来我会举一些例子 给他们看一下 首先是住房子 你会看到 那条香港有一些村 有些地方 它的名字 是有很浓厚的基督教的一种的 一种色彩在里面 首先这里有个村 叫博爱村 其实就是一些很矮的平房 那个时候 香港很多这些平房 小地方 然后就是教会所盖的 然后就盖 这个博爱村 比较特别 它主要 那个时候盖了 主要是给那些基督徒住的 他们教会的信徒 照顾他们那些难民 这样子 然后另外有一个 你看这个名字叫 加密村 圣经里面 就有圣经那个加密山 也是在一个很大的 那些平房区里面 然后在里面 办教堂 也办学校 然后在里面 让那些村民 他们可以 孩子可以读书 然后也可以了 回到教会里面 这一条村 叫信旺村 这个是刚才所说的 一个国际的 一个背景的 一个机构 他们们所盖的 国际方面 他们蛮特别 他们 其实 对他们来说 他们觉得 我是帮助那些 有需要的人 是最重要的 所以他们 尽管他办了 这个信旺村 但是他们 没有在里面 办教会 没有在里面 办教会 他只是觉得 我能够 满足他们的需要 帮助他们 已经是我们的 一个使命在里面 跟之前 那个江义村 跟那个博爱村 不同 他们 是本地的教会 所办的 所以他们 都会比较 忠心 那个 同时候 会忠心 那个 传福音 的 跟那些村民 传教 牧养的需要 然后另外一个 国际性的主集 叫世界信义中的 社会服务处 他特别 关心 那个信介的地方 所以你会 看他们 盖了很多 不同的信义村 那个名称 就是信义 那个信义会 就是背景的 他同样的 他也在里面 他不会办教会 对他们来说 关心 这些难民 就是最重要的 所以你应可以看到 同样的盖房子 给那些难民住 也有两种不同的 那种的切入点 一种就是 一定要传福音的 另外一种 就是我们 能够给地方 他们住 已经是我们 最大的一个使命 背后你可以反映到 那个 其实那个教会 或者那个机构 那种不同的 那种的 那种的 宣教的理念 那个mission的概念 其实是很不同的 这个是 你看到那个名字 信义村 然后他们也关心 香港很多渔民的需要 那个时候 香港其实很多渔民 他们的生活条件 也很 很 很 不好 所以他们介绍 帮助那些渔民 他们可以 怎么说 从他们那个时候 都住在那些 渔船上面 条件很差 然后他们就 安置那些渔民 可以回到 那个岸上里面 去生活 这个很不容易 因为渔民 已经很不适应的 他们 习惯住在 那个船上 怎么能够 回到 那个岸上住了 所以你不仅仅是给他们住 也要帮助他们 吸引一个新的生活 而且也训练他们 是不是能够 除了打雨以外 也有其他的一种的 一种的那种的 呃 制业的技能 以及关系那些渔民的孩子 以前那孩子 他们都跟家长 住在渔船 他们一出海 都没输读了 现在 孩子还是需要读书 我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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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帮助那些渔民的子弟 这样子 然后另外一个国际性的组织 它是 叫儿童福利会 因为很多阿拉罕民 都是孩子 啊 我不晓得 大家 弟兄姐妹 是不是曾经来过香港 可能也 去过香港 一个地方叫 乌西沙的一个 一个青年营 你在可能里面参与一些 退休会 或者一些培训班 一个很大的 你住在里面 那么大的一个营地 其实这个乌西沙 这个营地 以前就是一个 最大规模的 一个儿童孤儿院 啊 58年的时候 该的啊 他可以同时候可以 照顾啊 1200个孩子啊 里面有一个完整的教育系统啊 从幼稚园 等等啊 而且很重视 儿童住在里面的一种的 传福音的需要啊 啊 这个是整个亚洲啊 最大规模的一个 一个孤儿院 而且他背景就是 基督教的一个孤儿院啊 啊 这个是你看到啊 乌西沙的一个 一个当时有很偏僻的地方啊 啊 就盖了这个孤儿院 后来四十年代啊 呃 孤儿的问题已经减少了 所以他们就 就就就 推出香港啊 就把这个土地了 这个地方呢 就交给 青年会了啊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 那个时候就面对青年的问题 所以就办了一个青年营啊 啊 后来就变成教会推销的地方啊 所以大家可能来香港 有些培训啊等等 可能都住住在 已经住在那边啊 啊 这个所以里面就是那些小小的房屋啊 就是那个时候还起让他们有个家的感觉啊 然后另外一些村啊 你看那个名字 威西里村啊 就是当时有威力工会啊 他们所办的啊 这个是威西里村啊 有小学 也有社区中心 也有教会啊 这个是里面的村民啊 他的那个分布啊 你看到很多都是广东 但是也有很多来自 山东啊 那个洁江啊 湖南啊等等啊 那你看到都是一个 就是不同背景的难民啊 另外一条村是亚西里啊 这个也是威力工会所办的啊 另外一个爱华村在台湾的啊 那个威力工会啊 以及寻导会他们办的很特别啊 他们的办呢 他们也会盖教会 盖学校 有医疗啊 所以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 一个一个官司 全员的关怀在里面啊 有社会服务给他们啊 教会就是一个社区中心啊 让村民可以来到这里 礼拜天去教会 平常可以在里面呢 接受很多不同的服务啊 啊 所以这个是呃香港很重要的啊 你会看到五十年代六十年代 大家不同形形式的一种的村啊 啊 我我自己的研究把它们称为基督教村啊 基督教的新村啊 你可以看到啊 啊他们你当然你会看到你盖这些大规模的村啊 啊钱从哪里来啊啊 很多都需要从外国来筹款啊啊 然后另外呢 我们可以介绍一下啊 有一个基督教工业委员会啊 他们在五九年五九年的时候成立啊 啊 开始的时候他们希望可以协调劳资啊啊 啊老板跟工人大家可以慢慢啊不要对立了啊可以慢慢啊啊好好的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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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箱啊等等啊 但是在六九年的时候他们开始觉得啊没办法了 面对这个劳资的问题啊 你让他们坐在一起啊去谈啊 其实是很困难的啊 最后他们改变他们整个基督教工业委员会的那个方向 他们的口号就是站在工人一边 我们如果是关心工人文就要完全站在他们那边了解他们的困难啊 跟他们争取他们应该有的那个权利啊 那个时候香港政府那个啊啊 老公的立法还是很落后啊啊啊啊 没有完善啊 所以他们就去觉得啊啊 团结工人啊 要罢工啊 要跟压力的那个老板啊 压力给政府啊 立法以及 解决那个九分的问题啊 必须要不能谈的是谈是没用的他们觉得啊 所以你会看到啊 那个时候香港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业社会嘛 很多工厂工人他们其实那个待遇啊 被破碎啊 很严重啊 所以对他们来说 他们就是要争取工人的权益啊 那你会问他们啊 有没有跟他们传福音啊 他们去把这个放在一个比较 不是首要的官方在里面啊 尽管他是基督教的工业委员会 但是他们最重要的是关心工人的那个权益啊 另外一方面我们在六十年代也看到他们教会会 他们会反对那些赌博的运动啊 那政府曾经考量啊 是不是要开那个 除了赛马以外啊 也会开一个酒厂啊 或者是后来觉得很多人 香港称为外围马 就是那些非法的投资啊自己去去去去去去去啊 啊啊 进不了啊 尽管香港有赛马会但是很多人自己办那些 赌博赌的那些博彩啊啊啊 进不了那政府说那就合法化了那教会当时马上 组织起来反对啊 觉得这是绝对要不得的啊 啊 所以你会看到啊啊 很多不同方面的一种的社会关怀啊 然后到七十年代了啊 那个情况比较改变了 刚才也说是香港的七十年代 一个很重要的改变嘛 那些土生土长 刚才说六六年啊 香港的人口一般是香港出生了 所以到七十年代以后其实 那一批土生土长的他们慢慢成长啊 他们越来越关心香港的社会 然后香港在六十年代了 发生了两次暴动啊 六六年一次 然后六七年一次啊 两次的暴动 香港的政府他们也检讨啊 即时的暴动 背后因为香港有很多社会的矛盾存在 特别是年轻人他们有很多不满 所以呢 七十年代的时候 香港那个几名的政府了 他们做了很大规模的一种改革啊 这里列了一些改革 好像他们大规模投资了一个公共的房屋啊 然后七八年的时候 香港正式有九年的免费教育啊 或者在中国里面说是义务教育吧啊 从小学读到中三啊 九年啊 然后有一些公共的援助啊 给那些商场老人家啊 可以有津贴啊 然后交通方面啊 啊 盖地铁了啊 然后也开始有劳工的立法啊 啊 然后特别重要是七天的养生假期廉价 以前工人没有的啊 放假没钱的啊 啊 规定了立法有七天 一年有七天可以有生水的放廉价啊 然后政府连去的出了两个社会福利的白皮书啊啊 承担了一个社会福利的工作啊 所以你看到整个香港政府在七十年代以后面对两次的社会暴动 他觉得香港有很深的社会矛盾啊 要解决啊 然后那个时候呢 已经面对刚才说的开始说那个九七问题啊 他们内部已经讨论啊 九七年越来越近了怎么办啊 那个时候中国政府还不跟他不跟他们谈 然后他们还是觉得内部 他们觉得我们将来还是要跟中国政府谈香港的前途啊 那现在我们要努力的把香港搞好啊 办好 那我们才可以了 有更大的一种的谈判的一种的一种的 barkening power啊 那种的怎么说啊 那种的啊 谈判的那种的力量啊 那我们已经把香港办了那么好 香港也喜欢我们啊 可能我们就用这个做一个跟中国政府谈判的一种的筹码啊 所以七十年代是整个基民地政府呢 做了很多的一种的重要的一种的一种社会改革啊 然后他面对那么多的社会福利需要 政府的政策越来越重新那些计刃的团体啊 那些啊 出钱记住他们办社会服务 出钱记住他们的办学校 然后其实在那个时候香港最重要的那些计刃团体呢 就是教会 不管是天主教也好 基督新教也好啊 所以他们就大规模的接受政府的补贴啊 政府的记住啊 跟政府了建立起一个这里说的一个伙伴的关系在里面啊 政府出钱给他们 记住他们办福利 然后他们呢又可以啦 通过福利跟学校啦 他们有机会可以接受很多香港人 以及跟他们传福音啊 这样子啊 然后那个时候刚才也说了 香港的土生土长的一代呢 他们开始成长 有一部分他们能够在 大学里面读书啊 然后那个时候香港的大学啊 香港的大学啊 已经那些学生已经有学生运动了 六十年代的时候 七十年代初的时候 香港的学生运动呢 分成两派啊 一派呢称为国粹派啊 一派称为社会派 国粹派呢 他们是比较思想的 比较左倾的 他们对于 中国啊 那个新中国 他们还是有一种很大的一种的 拥抱在里面的啊 尽管那个时候 中国也是文化大革命 但是他们对文革 好像还是有一种很浪漫的 一种的情怀 觉得文革是非常的 非常棒的 非常好的啊 然后他们已经 回去中国里面去参观啊 然后中国政府也接待他们啊 让他们看到啊 中国现在做了很重要的社会革命啊 等等啊 他们啊 这派称为 国粹派 但是国粹派呢 他们在1976年呢 他们就开始 没落了 为什么文革结束啊 西人帮倒台 然后他们发现原来 他们过去 他们所拥抱的那个 梦想原来是 破灭了啊 然后他们就 这个国粹派在70年代 76年以后 他们就 就瓦解了 基本上啊 另外一派的社会派 他们就 我们要关心 香港本体的社会的问题啊 然后他们就开始 可以越来越重要 然后他们毕业以后 那些学生运动的领袖 他们就投身社会运动啊 啊 就是回应香港社会的问题 而且 他们面对是一个 也愿意改革香港的政府啊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也 当然政府愿意改革 但是也很慢嘛 很多 你其实 你又不给压力 政府其实也做不了啊 所以呢 你会看到这个是 70年代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背景的改变啊 然后那个时候 香港一个很重要的机构 是基督教协进会啊 他们在70年 71年呢 办了一个教会使命的 一个集训的会议啊 啊 他们的那个口号 重点是社会关怀 教会就是一个社会关怀 与服务 和爱的机构啊 要谈社会公益 社会服务 就是说不仅是服务啊 也需要谈公益啊 公益就是一些社会的问题 我们要去去挤出来 要去要求政府去改啊 不仅是啊 有需要我们去帮助人啊 关怀他们这样子啊 而且教会要帮助市民啊 去发展一个社会的意识啊 要要发展 一个神学 以及一个社会公益 你会看到他们对那个公益 是非常重要的啊 然后这个时候呢 香港很 那个教会很蓬勃的发展啊 那这里介绍一下啊 他们有一个叫突破的运动 这个突破运动呢 就是啊 关心是青少年的 当时有青少年 他们面对很多不同的问题啊 所以这个基督教的运动 他们称为突破啊 他们的口号就是 抗衡文化 就是要关心那些迷失的青少年啊 要帮助他们去抗衡 这个社会的主流的文化的价值啊 用基督教的价值啊 引导他们发出声音啊 让他们建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啊 但是我们要知道啊 要要要注意啊 这个突破运动 他们出版了一个杂记 叫突破杂记啊 这个杂记呢 它不是那种的 应效基督教的 在里面讲很多圣经啊 这样子啊 其他在里面 他们只是跟谈一些青少年关心的问题 但是他们不会应效基督教啊 不会在里面谈很多圣经等等啊 他们把整个基督教的价值 把它前移默化在里面啊 引导他们去思考啊 一起去思考啊 先碰那些青少年关心的问题 然后在里面啊 慢慢的帮他们建立一个比较正确的价值观啊 所以那个时候也是教会不喜欢他们 就是我们不奉献 不是奉献给你们了 你们都不谈圣经了 不跟青少年传福音了 这样子啊 把你们这个杂记 你们都看不到圣经这样啊 但是这个运动 其实那个时候很成功啊 然后另外一方面是儒工宣教啊 刚才说有个基督教工业委员会 然后后来人觉得 那个工业委员会不传福音的不好 我们就成立另外一个福音 工业福音团契啊 但是后来其实那个工业福音团 他也知道哎 我们要关心劳工 你不争取权益是没用的啊 然后刚才说那个基督教工业委员会 他们也开始建立工业教会啊 所以其实大家都在做同样的事情啊 就是那个权益啊 服务啊 跟那个宣教啊 也关心吸毒的问题啊 所以70年有一个基督教呼爱团契啊 福音的制度啊 那个时候政府还不支持福音制度啊 那个 但是后来 政府一到九十年代啊 很晚啊 他才承认啊 原来福音制度是有效的 所以啦 政府啦 在九几年的时候啊 再过二十多年啊 还愿意博款给那些 那些福音制度啊啊 让他们可以真的可以投入 更好的服务在里面啊 然后大学生方面啊 我们看到中文大学以及港大啊 那些大学生的团契 他们也是对社会的文化有很多的反省跟承担啊 那个时候中大的中文大学的团契啊 他们74年的时候发表了一个宣言啊 我们基督徒对时代 以及文化的问题的看法啊 我们跟时代洪流宣战啊 我们要讨论那个国家的问题 社会的问题 文化的问题啊 然后他们觉得中国那个马列主义不好啊 争取那个宗教信仰的自由啊 然后他们也提出香港很多问题 我们要回应啊 然后港大的团契 他们公开出版一个感染的杂志啊 你看那个感染的杂志 他们的口号是抱主时代的脉搏啊 反省信仰的真替啊 但说教会的使命啊 然后他们其实是谈很多社会关怀的问题啊 这些对教会来说 他们都觉得那些大学生好像是有一点什么说话 有一点他们不太接受啊 觉得你们在谈很多很多社会的问题 好像偏离的那个那个福音啊 所以你会看到那个时候香港呢 其实是很多元的啊 都其实而且对那些大学生来说 他们开始越来越关心社会的问题 他们就问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啊 基督徒信仰 怎么回应那个时代的需要 社会的需要 以及国家的需要啊 他们那个时候已经面对九七的问题在讨论了等等 然后另外的 有基督教办医院啊 联合医院啊 这个医院在73年成立啊 然后他们的定位是社区服务的医院 什么意思呢 现在我们看医院是什么 就是你要有病了 你就去医院找医生 对不对 对他们来说 这个太被动了 他们说我们这个医院在社区里面 我们要进入社区里面 在另外除了医院以外 我们办很多社区中心 在中心里面 我们教导教导那些居民啊 他们那些卫生的常识啊 我们是先预备的 让他们先有一个好的卫生 一种常识啊 那他们就不会太容易生病了 对不对 很多教育的社区教育的工作啊 主动的进入社区里面啊 这不是只是让他们生病 才到医院里面啊 所以呢 他们另外一个口号是 我们这个医院是无常的医院 我们是其实是深入在这个社区 在那个时候是一个 一个概念是很先进的 然后另外一个是在全万一个工业区里面啊 你看到基督教里面的深公会 中华基督教会 卫理工会 就休息军新议会 跟天酒教 他们联合起来办了一个社会服务中心 然后那个中心呢 他们采取一种称为 冲突的模式的一种社会行动 就是说我们要帮助那些居民争取权益啊 就要不避免冲突的 要阻止他们起来啊 跟政府请愿啊 他们的权益要保护他们 我们就需要啊 社会行动啊 有另外一个是大规模的 就叫社会服务处啊 你看到他们办很多不同的一种的 一种的工作在里面啊 然后中华基督教会他们在7月的时候 呃 举行那个清洁香港运动 你看这个名字以为只是一个卫生环境的清洁 其实他从卫生环境 到一个思想的清洁 生活的清洁啊 他们关心社会问题啊 贪污的问题 社情的问题啊 社区的问题啊 我们怎么回应啊 然后以及他们觉得我们要谈教育的问题 选举的问题 法务的问题啊 所以他们用了一个清洁 但是这个清洁已经是一个 从一种卫生的以及去到整个社区 社会的清洁啊 他们希望能够引起一种基督教对社会的舆论啊 啊 关心整个社会的需要啊 然后在那个时候呢 大家可能也听过刚刚也举行了一个洛杉会议嘛 其实在77年的时候 这个洛杉会议蛮重要啊 因为这个洛杉会议是福音派的啊 刚才所谈的很多都是有一点 啊啊啊 普世派的背背景啊 当然也有一些福音派的 但是福音派对他们来说 那个时候在西方的福音派有很大的突破啊 他们在一个洛杉会议里面呢 公布了一个洛杉的信约啊 里面第五条是谈基督徒的社会责任的啊 他怎么说呢 他说我们确信 上帝是全人类的创造者 审判者 我们应当共同负担起他对人类社会的公义 跟和好的关注 以及对那些受各种压迫的人的自由的关注 每个人都是按上帝的形象造的 不管他的种族宗教 辐射文化阶层 性别年龄 每个人都有内在的尊严 应当受到尊重 服侍 而不应受魄削 我们在一起表示忏悔 因为我们服务了社会关怀 有时认为不道与社会关怀了 是互相排泄的啊 这个其实在整个福音派历史里面 这个洛杉很重要啊 70年的时候 他们肯定了基督徒的社会责任啊 那种social responsibility啊 你看他用起啊 是谈公义啊 压迫啊 破削啊 在福音派里面 这好像比较小用的 他们都都都都这样 使用了啊 然后他们也说我们忏悔 因为我们认为不道跟社会关怀了 是互相排 过去文集高举那个不道 觉得社会关怀不重要啊 但现在文有一个忏悔 然后接下来他们说 尽管与人和好 并不等于与上帝和好 社会关怀也不等同步道 政治的解放也不等于救恩 这句话呢蛮有意思的 你看 他好像说 当文谈社会关怀的时候 还是我们要注意 与人和好 不等于与上帝和好 社会关怀也不等于步道 政治的解放也不等同于救恩 他好像还是从一个福音派角度里面 觉得我们还是觉得上帝和好 不道 救恩还是重要的 接下来他们又反过来又说 但是我们还是确信 福音不道和社会政治的关怀 都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 这里是引用他们英文的原文 那个evangelism and social political involvement are both part of our Christian duty 不道跟社会政治的关怀 都是共同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 因为这两方面都是我们在神论 以及人论的教义里面 我们都临下的爱 对基督征服的必要的体现 他说救恩的信息也包括 对各种形式的疏离压迫 和其次的审判 无论何处有罪恶 不公正的是 我们要勇敢的去刺激 对人 当人们接受基督徒 他们就得以重新进入他的国度 他们不仅必须努力在这个 不义的世界里面彰显上帝的公义 还要传扬他的公义 我们所宣告的救恩应当在 个人生命以及社会生活 各方面都改变我们 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 所以你会看到 其实这个洛桑会议 这个洛桑信约 第五条里面谈那个社会责任 其实是在福音派里面 很大的突破 他们说服务道跟社会关怀 是同样都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过去骗中了服务道 现在好像是有一个重要的省觉在里面 所以你会看到70年代香港教会 在关心这些问题 其实在整个70年代的福音派在西方 他们更重要的是 扛定那种社会关怀 所以你会看到刚才说 整个70年代香港的教会 其实他们今晚内部还是有不同讨论 就是不到重要还是社会关怀重要 但是他们都已经在做很多很多不同的投入的服务在里面 然后那个时候 其实他们也面对中国 也关心中国 那个时候还是文革 然后他们守望这个古难的中国 香港有几个很重要的那些中国施工的机构 好像福音广播 还有那个 教育目系的那个 中国教会研究中心 以及福音政策 亚洲归族 都做很多文记的工作等等 出版一些简体记的一些书刊等等 这些我不详细谈了 好了 那我们接下来马上去到80年代 80年代刚才提到那个协进会 他们又有那个 再办一些大规模的使命咨询的会议 这个会议更重要 他提了五个很重要的共识 第一他们说文要教会要跟低薪的市民传福音 低薪市民就是工人 然后文要向学生传福音 你看头两个是传福音的 跟工人跟学生要传福音 然后第三他说文要关怀中国教会 因为那个时候刚刚文革结束 要中国教会重新恢复 然后他们说我们香港教会 关心中国教会是政府旁态的 然后最后两个你看到还有一些 他说我们要参与公共政策的理定 公共政策就是政府那个public policy 这个不是政府的事情 我们教会我们公民都要关心 我们要参与在里面 影响政府的公共市政 我们说要影响市民的心态 香港市民现在什么 哎呀我们都不管什么事情了 我们说香港的市民就是属于香港的 我们要改变他们的心态 有一个公民的意识争取民主等等 所以马上他们就看到有一个公共事业 巴西加价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联合起来 去反对巴西公司的加价 那个是民生的问题 有另外一个是当时在香港岛的东区 没有医院 在那个社区里面有四个教会 他们联合起来 他们做一个调查 发现这个社区里面没有医院 很多医疗的问题很重要 所以他们组织起来 然后就争取跟政府给压力 给政府 要盖一个医院给我们 你说教会为什么搞这件事情 那个时候他们都开季节会 然后他们组织社会行动 要做很多调查 发表一个东区的医疗问题的报告书 因为他们说我们这个教会 就是在台湾这个地区 台湾的居民他们面对的问题 教会也有责任 我们要关心他们 而且我们不是只是关怀而已 我们要组织他们起来 跟政府去争取 所以最后他们成功了 开始有政府不管他们 但是后来他们最后成功了 政府答应 盖了一个东区医院给他们 要协进会 他们开完那个会以后 他们成立了公共政策的委员会 这个时候就面对九七的问题了 所以他们马上就关心 香港的前途到底是什么 他们做很多研讨 他们继续回归的 香港是属于中国的 但是我们说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去 去更好的去面对这个九七的问题 然后那个时候 另外一个基督教工业委员会的一个 他们提出一个概念是被罪者 什么意思呢 所以说基督教文常常说人是罪人 这个当然是没有疑问的 但是他们提出是人不仅是罪人 我们也是被罪者 我们是活在一个有罪恶权势的世界里面 我们是被这个罪恶权势也是侵犯我们的 所以我们不仅仅是看人是罪人 我们也要看他这个罪人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面 所以我们面对一方面 我们人是罪人 我们要传福音 但另外一方面我们面对是一个罪恶的世界 那我们应该怎么帮助人了解 认识我们这个被罪者的 我们的罪可能是因为活在一个罪恶的权势里面 那我们要回应的是社会的问题 为什么他会提出 因为他们是投心工人运动 很多工人他面对的是一个外在的一个不公平的嫉妒 那些老板不关心工人 政府不关心工人 所以他们说我们要改变这个罪恶的权势 所以他们要刚才说站在公民一边争取权益 这也是教会的责任 我们教会的责任不仅仅是传福音 人是罪人 我们也要关心人是一个被罪者 活在一个罪恶的权势里面 那个时候八十年代刚才所谈的 都是一些普世派的一些比较ecumenical的 大共的传统 然后福音派刚才说的 七十年代洛杉磯以后 也肯定那个社会关怀 所以八十年代 其实香港的福音派也越来越谈社会关怀 好像大家也可能听过 腾金慧牧师 他作为香港福音派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很基深的一个牧者 他那个时候也谈社会改良 也谈社会福音 但是对他来说 他觉得要配合 传福音跟社会改良要配合 但对他来说 他作为一个福音派 他觉得还是有一个优先的积蓄在里面 重要的 还是传福音 先改变人才可以改变社会 然后他说 教会是超越政治的 关怀社会文是还是以爱 所以你会看到 那个藤木西他比较 把那个传福 他肯定要社会 关怀 但是他还是觉得 首要的还是全福音最重要的 当时另外一个是建造神学院的院长 张木卡院长 他同样的也有这样 他觉得良解是不可分割的 他是有限后的期许 照会的使命首先还是以 反福音为主 然后如果我们要社会关怀 我们就是做一些福利的 以及服务的工作 社会关怀是传福音的后果 社会关怀是引致传福音的桥梁 所以对他来说 他把社会关怀也附属在 那个传福音的这里面 大概这个成为当时 福音派的一个主流 然后那个时候他们也翻译 那个John Stock 那个福音派一个神学家的一些著作 把他迎接到香港 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回应很多 社会的议题 好像政府当时又提出 同性恋 非影视化 那个时候香港同性恋 还是一个影视的 形式的罪名 然后政府提出来 是不是可以把它非形式化 引起香港教会内部 很不同的意见 有人激起人反对 反对的觉得同性恋 还是一个罪 不能不可以这样子 但是另外一种 他就觉得要激起 这个是一个既有多元社会的 法律 不管那个是人道德这样子 大概福音派了 那个时候还是比较反对的 然后普世派的 他就激起那个非形式化 然后九七问题来了 然后他们面对九七 所以他们共同的福音派的 他们也面对 然后他们就 在巴西点的时候 他们发表了一个信念书 就是香港基督徒对现今的社会政治变迁中 所起的信念 然后这个信念书里面 其中一部分就谈基督徒对香港的责任 我们是香港的一部分 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公民的身份 我们的责任面对九七 我们应该做什么 你看到他们说香港已成为一个尊重人权 既有平等 同样也是安定繁荣 民主法制的社会 我们要传福音 但是我们也要关心整个社会 然后因为九七的问题 所以像很多社会基督徒的团体 他就成立了 好像这里列举 85年有一个基督守望社 87年香港有一个习带论坛 一个周报 就创刊 你看到他的 说我们面对这个社会信仰被考验 我们应该怎么回应 这些挑战 87年有一个基督徒关怀香港学会 你看这个名称是关怀香港 基督徒学会 要争取公义人权民主奋斗 要妇女的基督徒学会 也是公义的妇女的妇女神学等等 关心那些被压迫的妇女等等 所以80年代你看到很多 这些不同形态的社会组织 都成立就是面对这个九七的一种的挑战 同时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 所以香港刚才也说 协进会也说关怀中国教会 所以那个时候 协进会以及很多主流的教会 他们都跟中国开展很多交流的活动 也去帮助 不管是也有福音派 他们也关心很多家庭教会 所以这方面你可以看到香港 在这方面 他那个社会关怀 他其实也不仅是本地了 也包括那个对中国的那个施工的那种承担 好了差不多结束了 最后我们看到巴西联系后 那个时候中英谈判 他最后到他们就有一个中英的联合声明 在里面特别我标注了红色的 你看到宗教组织所办的学校医院福利机构 继续的存在 你看到当时有中英两国 他们也肯定香港教会 他在香港社会所扮演的角色 教育的医疗的福利的 在1997年以后可以继续的存在 可以继续存在 然后来在1990年的时候 基本法颁布 其实也红色的 你也看到宗教组织可以按照原有的办法 继续的新办宗教院校 其他学校 医院 福利机构 提供其他的社会服务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实就是说 通过那个中英联合声明 以及基本法 也把香港教会 所以他过去 在社会方面的一种的承担的工作 给大家也肯定他的那个贡献 以及放在联合声明 以及基本法里面 都提出 可以在1997年以后 可以继续办下去 所以最后一个总结 我们看到整个战后的社会 从50年到80年代 香港社会 从一个难民的社会 慢慢走向一个本土的社会 刚才说的本土社会 就是那些土生土长的那批人 他们占了香港人口的一个超过一半 他们关心香港 对这个地方有归属感 他们所以他们 所以教会也是一部分 所以教会以及信徒 他们也有这样的一种的 一种的归属感 对这个地方 也同时候他们觉得 我们的信仰 其实不应该不关心这个社会 特别刚才我们可以看到 那些年轻的大学生 以及很多的社会主题 基督教的主题 他们都回应不同社会的问题 过去是难民社会 关心的几些种生存的需要 在一个本土的社会 他们关心的是社区的发展 人活在这个社区里面 他们到底在这个社区里面 他那个身份是什么 他临社之间的关系 应该怎么建构 然后政府怎么回应 这个社区的需要 然后培养那种公民的意思 我们不是被动的 我们也需要发声 表达我们的意见 也希望政府可以聆听民意 以及他们最后就知道 香港应该建构一种的 民主的社会 以及那种对人权 自有的法制的重视 所以总结起来 我们可以看到 基督教在香港社会历史里面 他的一个社会的角色 其实是有不同的层次在里面 首先是有一些觉得 有些教会觉得 什么是社会的问题 其实社会问题 就是人的问题 所以我们怎么关心社会 我们就是解决人的问题 人是罪人 所以我们最重要还是传福音 当然我们能够 好好的传福音 一个社会福音化了 更多的基督徒 多了多一个基督徒 社会就多一个好人 然后社会问题就会解决了 所以我们怎么回应社会问题 主要的方法就是传福音 这个是大部分 我想是很多比较教派 以及过去的福音派 他们可能是采取这样的一个进入 把社会问题 把社会问题 把它越化成为人的问题 所以教会的社会 就是传福音了 然后后来他们开始 有一些另外一种参与 就是教会在社区里面 教会应该怎么样 更好的服务 这个社区 教会的信徒 也是社区的一份子 我们应该帮助他们 关怀这个社区 我们这个小的社区 以及整个大的社会的需要了 刚才说很多的社会救治 福利的工作 他们其实都有很多专门的 基督教的机构 他们都会去参与在里面 也会特别关心 是社会道德的问题 好像那个时候 同性恋的问题就是比较 或者是色情的问题 那些黄色的那些 那些色情的问题 教会是比较统一起来 当然好像刚才说 同性恋的问题 教会内部也有不同意见 要民生的问题 整个社会也要关心 生活在这个社会社区里面的人 好像公共失业的问题 社区的公共的卫生的问题 我们教会是不是 不是我们的责任呢 然后他们开始 要争取的时候 就需要社会行动了 组织起来 我们发声 然后去跟政府去讨价玩价 希望政府听我们的意见 然后发现背后是一个政策的问题 我们需要研究公共的政策 批判那个政策 从一个信仰的角度 然后发现 其实面对一个更大的基督的问题了 我们应该怎么去 变革这个社会基督 如果这个社会基督不能变的时候 教会是不是能够用和平的方法 来去公民的一种的不合作 去争取了 这样子 我看到 所以这个你可以看到 基督教肆社会里面 都有不同的 长期的一种的危机 当然我们不计算 我们都要 所有都要做 其实我们会发现 到底我们的信仰传统 能够去到哪一个level里面 去到哪一部分 我想这是大家自己会去思考 去讨论的 那总结来说最后 就是说 教会跟基督徒有没有社会责任 我想这部分 我们都觉得应该是肯定的 但当我们肯定以后 那到底这个社会关怀 社会责任跟我们的步道 的关系到底在哪里呢 在过去好像还是有一种 比较新旧神学 就是说既要主义跟既有神学 现代主义神学 那个争论的时候 可能一听到社会 教会就会觉得 是不是社会福音 社会福音就是新派 就是不新派这样子 好像觉得我们 教会还是以 不道传福音为主 但是刚才我们整个回顾看到 其实福音派这方面 洛桑的信约 以及都已经纠正了我们 其实在一个福音派传统里面 还是肯定那个社会关怀的 但在华安的福音派里面 可能他们肯定同时 他们可能也会把那个宣教 跟社会关怀放在一个目的 跟一个手段里面 我们要做社会关怀 但这个社会关怀 只是一个手段而已 还是要回到那个更重要的 是不道去传福音 我想在这一方面 可能是在福音派里面 可能跟内部也有不同意见 有一些可能已经觉得 不要看这个目的手段 哪一个比较要先比较重要 两者都是共同重要的 或者是有一些还是觉得 机缘有限 我们还是要做不道为主 如果我们要做社会关怀 还是能不能够帮助 我们传福音做一个定位 在这一方面 我想还是有一些教会内部 可能会出现一些不同意见 在当中 然后宣教跟社官 到底也可以同党一个 比起配合 好像一个新的伙伴关系在里面 我想这方面 都是我们可以在 共同的实践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不断的去反省 所以今天跟大家回顾了 香港的教会 从50年代到80年代 他在社会关怀所走过的路 这条路确实可以看到 在那个时候 香港教会确实 受了不同的反省 有不同的实践 内部其实也有不同的意见 但是都可以说 当我们回顾整个香港的 战后的社会发展 在香港的过程当中的时候 其实基督教在里面 确实是扮演一个 不可以缺少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把基督教部分拿走了 整个香港的战后的社会发展的历史 就是一个不完整的一个历史 所以这样子更证明的 香港教会在这一方面 过去确实做了 很重要的一个建政在里面 对香港的社会 确实也是带来很大的贡献 那我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到这里 那我把时间交回给主持 好 非常谢谢 谢谢刑院长给我们补了这一刻 我还说是 我是研究这个中国宗教的 但是香港的基督教的这种情况 我都是一个空白 今天是刑院长给我们补了一个括 但是我更希望的是刑院长 今天还没有讲到的那一个部分 今天刑院长主要讲的是 基督教的公仪的部分 讲的比较多 讲到50年代到80年代 如果说刑院长再接着讲下去 讲到公义的部分 尤其是我们都知道 香港的这个前一阶段的一个 反送中的运动里边 教会在里边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那么如果说怎样来看待 这个比如说台湾的二二八 香港的这个反送中 以及大陆的六四 这样几个关键性的这种 如果说以后我们找一个机会 刑院长愿不愿意再给我们上一课 好谢谢张老师 这部分确实 今天这个问题 大家也理解香港 过去几年的一些变化 所以这部分我想确实 谈的时候不好谈 现在因为面对很多的一种 不同的陷阱在里面 所以今天我也把这部分 没有放在里面 但也包括那个实践的问题了 这部分看看将来怎么再 再再再思考一下 是不是有一个可以谈的空间 这样子吧 谢谢 好我们反正期待着 习院长以后给我们 来把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扩补再补上 好现在我们把时间交给大家 我看有一个 我看有一个Eric 你举手了 请请你提问 是不是要要请技术同工解开他们的那个 解除静音 谢谢主持人 那个 金老师好 我是一位在大陆的那么 以向街友们传服因病进行社会关怀 为大使命的街友事工的发起人和主要的组织者 那我想请教您一些具体的问题 就是在香港那边 我想问一下 就是他们做的 香港那边我知道也有做这个街友事工 粤语叫该友 或者英语叫homelisman 然后我希望不知道您普通话怎么样 所以用三种方式 然后这方面的经验教训 您能不能展开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如果有相关资料的话也欢迎推荐给我们 这是第一点 你说那些无家者对吗 对对 是的 街友 homeless 对对 香港有一个基督徒去关怀那个无家者的社会 其实这也是一部分 香港其实好像是经济很繁荣 但是其实也很多人他们露宿在街头 所以确实有一些组织也是个别的幕式 有一些他们也会在那些他们住在哪里 有一些他们会在一些天桥底 香港是有一些大的天桥 然后他们就露宿在那些天桥 以及隧道里面 然后他们就会定期的去那边 一方面是派饭给他们 好像回到50年代这样子 但是还是需要的 然后另外一方面也会办聚会 也会带他们去看医生 关怀他们 有部分其实他们也会吸毒 然后也希望能够帮助他们去戒毒 以及很多他们 其实他们可能会 怎么说会洗掉的 他们也会做一些 怎么说 帮助他们脸赃的那些需要 所以有部分可能也会帮他们 看里面申请到一些政府那些援助 以及可以帮他们申请到一些政府的一些房屋 让他们不要露宿在街头 所以大概我想 就是有一些他们会有一些 也有一些他们会办一些 过渡的一些中途的宿舍 让他们可以有需要先赞助 所以你会看到其实在这方面也是其中一个 就是说 关怀这些无家者 香港称为无家者的一种的需要 对 我不知道有没有相关的著作或者资料 您可以推荐的 大概应该是 可能你可以找一下 像刚才提到一个基督徒关怀无家者社会 可能在他们有他们的一个网站 在里面应该可以找到他们的一些事工 他们的一些介绍 基督徒关怀无家者社会 对 好的 就叫这个名字是吧 对 你可以找这个名字 对 好的 另外第二个问题 就是我们现在通过对这些 因为我们每周都会对这些街友们进行观怀 而且规模相当大 所以我们通过对这些 对这些街友的社会调查 尤其是这种一对一的访谈 那么收集到很多高频的资料 甚至就是通过这种建模的回归预测 对当地的这个经济环境的走势 可以有一个前瞻性的判断 我不知道这方面 香港或者您所知道的这种 关怀homisman的这些机构 他们有没有类似的经验 我们可以借鉴学习的 其实有 因为其实他们 刚才也是整个讨论里面 你会发现 其实你说你关怀一个人 但是那个人活在社会里面 其实他们活在一个 整个社会经济的环境 没有也有政府的政策 所以你关吴家这里 其实关怀他们 要传福音给他们 你还是说你会看到整个香港的贫穷问题 整个贫穷的问题背后是一个社会经济的政策 政府对他们的那个 是不是有足够的一种一种政策的帮助 所以你会看到 其实有一部分他们就会参与着 或者跟政府反映 政府应该怎么扶贫 以及在不同的政策里面 可以帮助那些贫穷人 以及无家者 所以他们已经去到一个政策的一种的研究 一种的讨论里面 去表达这方面的声音 当然也 其实我们可以说这些是同步进行的 就是说你可以仔细做个体的关怀 但是我们不足够 我们还是需要一个大的一个宏观的一种的政策 以及整个社会季度的机缘分配的一种的 一种的关心在里面 对 对这个可能在国内情况也有所不同 因为国内的这些政府 大多数是不做这方面的事情的 只是嘴上说表面动一下 然后最后分享一下 就是从我们那个街友事工的经验上来看 这个传福音和关怀 那么到遇到具体的事情上 很可能往往是以传福音为主的 很简单就是两个街友 同样的街友的需要买药 那么我们只有200块钱 那么他们需要买500块钱的药 那么我们肯定就会做一个选择 就是有利于传福音为主 因为资源毕竟是有限的 谢谢 了解了解 对确实是 资源有限 然后也面对是不是有这样的空间 能够去在政策方面 可以有一种的投入在当中 可能在大陆里面 可能在这方面可能是一种的服务关怀 可能那个见证 以及我想还是暂时来说 可能那个国效还是比较重要 对能理解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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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第二房间里边的罗静松举手 但是我们这个技术问题 在第二房间里边 我们没有办法提问 请你要不进入到 这个前边第一个房间里边 要不呢 你把那个写在你的题板上 我们来向老师提出来 好吗 罗静松 好 我刚才看到在那个讨论区里面有个问题 他问我那个文革对香港的影响 有没有 是有的 是有的 因为那个文革那种的思潮 其实香港的左派也是受到那种的气质 所以那个时候香港的左派 他们也希望解放香港 然后就 所以刚才提到那个六十年代的暴动 第二次的暴动 六七年的暴动 其实就是香港的左派 他们发起的 而且是比较激烈的 他们会 他们利用了当时的工潮 就是工人待遇不好的问题 然后他们就 引起一个 把矛头 就针对那个 香港的政府 批判这个几民的政府 然后有很多群众的运动 然后他们也发动了一些学生 左派的学校 以及 也包括教会的学校也受到影响 所以那个时候香港的文革的思考 对香港蛮激烈的 而且他们也会有一些左派 他们会放炸弹 也有一些被炸死了 整个社会人心惶惶 但是 因为后来 应该是中央政府 他们对 也不愿意 这样一种的激烈的情况 发生在香港 继续蔓延 所以大概在六六年底 六七年底的时候 北京 就大概是 要求香港的左派 就停下来 所以大概六八年的时候 大概突然间 就就就没有了 所以大概就香港在六八年以后 就慢慢平静过来 所以这个部分 反过来也影响了香港人 对左派的印象不好 所以文革也反过来觉得 蛮有趣的 香港是中国人嘛 但是为什么你会喜欢英国的统计 因为那个时候那种的文革的中国 那种的形象那种破坏 对香港带来那种的负面的影响 还是蛮深 所以他们觉得 活在香港还是一个比较好的地方 所以在八十年代的时候 中英谈判的时候 香港还是 一方面觉得香港是中国一部分 但是他们还是觉得 如果继续的把主权交给中国 但是继续让英文管制 可能是当时香港大部分那种的 喜欢那种的一种的模式 但最后这个部分就没有发生了 但是你会看到 这个也可以跟当时文革 对香港那种 对那种负面的影响 带来的一种的后遗症有关 但改革开放就 大家好像觉得中国已经告别革命了 好像就希望对中国的改革开放 也抱着一种的 另外一种的期望在里面 对 好 这个第二房间里边的 这个罗俊松观众呢 他因为他进不到第一个房间来 他想请问 秦老师 怎么样来看待殖民的这个现象 殖民 殖民 了解 好的 好的 谢谢 这个是一个 对 刚才 其实刚才的问题也稍稍也碰到这个问题 确实香港是殖民地 但是我们会发现香港这个香港的华人 在整个过程当中好像没有出现一种的反反殖民的一种的意识 已经反殖民的运动在里面 这个是很多研究香港的历史学家 以及那种的社会学家 他也观察到的 我觉得原因可能是刚才说的 其实从19世纪到20世纪战前 刚才说香港那些华人 他们都是移民 他们都是 他们知道香港是一个殖民地 他们还主动跑过来的 你明白那个分别吗 过去在殖民地的其他国家的殖民地历史里面 那个殖民地他原来可能已经有一个蛮多的人口 好像我们说那个朝鲜半岛 面对一本的殖民统计 或者是台湾面对一本的殖民统计 他们原来已经有一个蛮成熟的一个本土的本地的人口在里面 所以突然间他们面对是一个外来的殖民政权压下来 所以他们那种的反殖民的那种意识 其实是很容易可以培养出来的 那香港不同 刚才说其实那个原来香港人口不多的 香港的主要人口的增长是从中国过来的 他们知道香港是殖民地 他还主动来 因为他知道香港这些殖民地给他一些好处 经济的好处 或者是那种的政治方面的一种保护安全 所以他们觉得我只是过客 所以他们也没有觉得要要求这个地方要反对这个殖民统治 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 好像刚才说的 好像五十年代六十年代 那个中国 那个香港 那个祖国 他们觉得好像比那个殖民地好像还是 还是不太好 好像殖民地的 那个 稳定 那种的社会 好像比中国里面 那个五六十年代 那种乱 还是比较好 所以好像是一个社会学家他也说那个里面 中国的情况反过来就巩固了这个殖民统治 所以蛮有意思的 所以这方面 所以变成是香港整个 当然在七十年代六十年代 开始有一些他们批判殖民统治 但是他们 这种批判性 他们要求是改善那个社会 然后刚才也说七十年代以后 香港的政府也愿意做一些回应 做一个比较满好的改革 所以变成是这一部分 香港确实没有出现一种大规模的一种的 反殖民的一种运动 唯一就是刚才说六七暴动的时候 那个左派 以反应殖民作为一个口号 然后后来就八十年代就面对九七了 我们都知道香港已经要 面对这个最后就要回归中国了 所以就变成是大家那个关心 就回到这个九七后香港怎么样了 回到中国以后 是不是可以争取更好的民主 这样子就把这个 那种反殖民的那种的意思 就慢慢就其实没有在香港成功 没有 我的这个网络是不是断了 好像 听到听到 我这好像是断了一下 我看这里还有一个提出来的 这个郑伟恩提出来的 香港教会面对香港社会的裂变 什么个看法 是否已经被和谐 这个如果说教授觉得 不好回答就不要回答了 这个比较敏感一点 简单回答吧 确实香港社会也是教会也是社会部分 所以整个香港社会 其实对很多问题有不同的意见 所以这个方面也包括在教会里面 所以变成是过去的 习联 这方面教会对很多问题的不同意见 也引起了教会内部的一种的系列 现在我们坦白说 这部分还没有完全可以把它 怎么可以解决掉 其实也不坦白说也不好解决 因为这个不行 也是我们内部的问题 也包括整个外战环境的情况 所以大家继续的为香港社会 以香港的教会祷告 谢谢 这个路边的 我看从第二房间的罗敬松 到这边房间来了 他举手 请你说 请你开卖 说 请你说 罗敬松开卖 你好 你好 可以吗 可以听到吗 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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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牧师这么多的分享 老实说 我是第一次进这种房间 这种参与这种分享 我觉得非常好 非常有意思 我上次听过一次 录音是关于 邱宇智福的 你长老的 那个分享 那一期 两个小时 我一直全部听完了 感受很深 也觉得印象非常深刻 今天对牧师 有三个印象 第一个印象就是 牧师的普通话 很普通 广东人 或者香港人 这些 叶格牧师很年轻 第三个 第三个就是 刚才主持人分享 关于 今天分享嘉宾的一个 过去的历史 也很让我感动 就是他支持 王一牧师的 包括王一牧师的 邱宇智福 以前我对他是 有一些偏见的 最近我也在去了解 他的一些事情 所以说我重新要去了解 他要去知道 大家一些理念 包括一些故事等等 都需要我去了解 然后在这里 我尝试回答一下 刚才这个 有篇文章就是 不管是统治者 还是被统治者 都不以香港为家 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想用中国一句古语 来回应 大概就是无恒惨者 无恒心 这个决定了 他们都是漂泊的浪子 但是这个世俗的观点来看待 但是我觉得从一个 基督徒的观点 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子 我们不管在哪里 我们都是过客 都是客旅 我们的家在永恒的天国 这是我们唯一的一个家 所以说不管在哪里 我觉得我们都可以 当地为家 这是我的一个理解 然后第二个就是 第二个就是 关于香港的难民的一位问题 我觉得我一个比较粗浅 粗暴隐瞒那个看法 我是觉得 这个世界上没有难民 只有难政府 这个是可能比较极端 比较不是那么恰当 这个是从 不管是从香港的昨天吧 香港的今天我们就不谈了 没什么好谈的 香港的昨天 无疑是辉煌的 是有很多 给很多人 沉丢很多人 搭救了很多人 收留了很多人 这样子的一个地方 一个非常有特点的一个地方 香港昨天是非常让人唏嘘的 之所以为什么有香港的 昨天那么辉煌 我想除了政府 还有制度的原因 还有就是说 基督徒在这里面 起到非常大的一个作用 这看到 然后第三个问题 就是我想讲一下 就是通过这几天 对崔之福 包括王一牧师的一个 思想理念的理解 你更加的看到这个基督教 和社会的一个关系 这个关系 我觉得 今天包括我也理解 我非常认同嘉宾讲的 一个基督徒 如果说只是在教会 我觉得这是一个基督徒的修炼 是一个理论的一个 一个修炼 如果说基督徒不行出来 不走向社会 不给社会去联系 这失去了这个基督的意义 就是说我觉得是 已是对我们的信仰 大打折扣了 我觉得一个基督徒 应该是走的社会 一个跟社会 一个很好的联系 包括刚才这个嘉宾分享的 不管是香港的基督教的习经会 还是这个港大的团企 感染 还有这个大学生 那个基督徒的一个兴起 等等等等 我们都看到了一个 一个基督和社会的联系 包括对一个整个社会 包括今天讲的 对香港的一个推动 一个重大的 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这些我都非常认同 那我想 当然一个社会关系也好 还是基督关系也好 还是政教关系也好 这个非常复杂 这些牧师分享的点也非常多 但是说实在很多点打动我 但是没办法一下子消化 信息量还是非常大 那么我回头提一下 就刚才我提的问题 可能牧师没有完全明白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 其实一个殖民这个词 对我们过去的大陆背景的同胞来说 它应该都是一个贬义词 因为是被人剥削 被人奴役 被人压榨这种感觉 但是我的理解 可能我认为殖民 它本身也是一个中性词 甚至我比较偏激的观点就是 被文明殖民是一种幸运 这是我偏激的观点 可能不一定对 所以说我想 大概牧师应该知道 我对殖民的一个理解 那么我想 如果可以的话 请牧师重新 给我们讲一个 殖民对这个社会的一个意义 因为我从香港的 曾经的辉煌 看到了殖民的意义 你从这个美国的福州的 这个改变 你看到了 不是美国的福州不是这样子 而且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地方都曾经殖民过 或者正在殖民的 而且殖民它都带来了 如果对文明殖民都带来了相当的正向的意义 我想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请牧师谈谈 你对殖民的这个意义和理解 这方面的一个看法 我的问题点在这里 谢谢牧师 谢谢 我想对 其实这个是不要牵涉到 怎么去谈香港的历史的这部分 我们绝对不可以违避 香港过去是有一百多年 被英国殖民统计这段历史 然后这个殖民统计对香港的影响 有好的也有不好的 但我们当然不可能只谈一方面 就是一方面美化 但也不能够完全否定它的价值 曾经对香港带来的一些贡献 和一些好的影响 所以过去我们曾经肯定香港的一些 嫉妒 可能也是过去所建立起来的 法制等等 所以我想这一部分确实是 一方面我们确实会肯定 现在我想香港面对一个问题 是可能会淡化了 或是否定了过去 英国人在香港的一些贡献 现在可能把一切香港的 都是说因为香港的香港人 会是其他因素这样子 但是我想这是不完整的 当然当我们肯定 殖民统计曾经对香港 带来一些好处的时候 但是我们确实也要不能否定 香港过去那个殖民社会 也是有很多不公平的地方 所以就是说环背歧视 但我们会看到后来的 特别是70年代80年代的时候 香港的社会也愿意 或是发声 给压力给这个政府 这个政府可能也愿意 做一些互动回应 我想这一部分是会看到 带来的一个 我们不能只是谴责 或者只是赞美 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一段历史 我是这样看的 我看这个Erik又举手了 你是不是还有新问题 没有新问题了 不会举手 那你就打开麦说 这个思思不会举手 你就打开麦说 打开你的麦克风说 谢谢 开不了麦 请计时同工给大家开麦 我刚才起手了 然后那个没给我开麦 我想问一下 邢老师 就是回到具体的问题 就是对于我们街友师公来讲 我们希望的不只是 对这些街友们宣教 而是对这些社会上的所有人宣教 最重要的是 把这个福音传回我们的教会 因为国内众所周知的原因 那么国内的教会 尤其是家庭教会 都会变得 怎么说呢 用谨小慎微 恐怕都不足以形容 都变得闭门自首 那么只关心自己一亩三分地的问题 甚至只关心自己的问题 那么这样的话 我觉得是有损于神的荣耀的 那么我刚才听您讲到 香港教会在这些 在这些社会事工方面 是有相当多的经验的 那么他们应该 我猜也会通过这种社会性的事工 把福音传向全社会 进而兼顾所在教会的信仰 引发属灵的大复兴 我不知道他们的经验教训是怎样的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谢谢 对香港的教会 确实刚才说的 在社会方面 它的影响力是蛮大的 但如果说 进入图的人数 其实也反过来 在环社会里面 我们发现 其实香港也不是说很多 进入图大概占香港的人口 可能是大概只有百分之四左右 百分之四左右 不到没有 一直都没有超过百分之五 当然另外一个统计 就是说 因为香港的那种的教会办的学校 社会服务 社会服务 其实很多社会里面对基督教的印象是蛮正面的 他可能特别是教会学校 他可能也在学校里面 他能够接受到一些基督教的价值 他不一定参与教会 但是他可能也觉得他认同某些基督教的价值 在里面 所以有另外一个统计说 觉得他是基督徒 的比例就会超过百分之十 但是他们没有参与 没有回到教会 所以我想这是 如果 所以这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现象 就是教会在社会里面 有一个很大的影响 参与 但是说 就不一定就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人数的一个增长在里面 这是一个香港的现象 那个情况 当然背后可能是说 因为确实刚才说的 刚才说香港的教会里面怎么参与社会 他背后有不同的一种的定位 有一些他觉得他必须要以布道传福音作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关怀 但是也有一部分他觉得 其实那个社会公安就是我的一个使命 他把那个mission 因为是其实mission不仅是成就灵魂而已 也是一个见证 也是一个对社会的一种的服务关怀 确实香港的有部分教会他们 也是从这个角度来看 所以我想就是说 看你怎么定义 界定那个宣教 到底是从一个角度 来一个角度来去看宣教的意义在哪里 对 好 我们今天时间已经超过了 我们最后这个思思你说吧 你最后一个说吧 谢谢 那个 行老师我听着讲话我其实很感慨 我的感慨在于2011年的时候 我可能还在香港 我去那个天水 我不好意思 我不方便开视频 就是其实你讲的这很多内容 给我很多的回想 我就是当年我们可以在香港去学习社会运动 包括我去了深水部来听那些讲那些街屋啊 然后我也去天水为讲这个小贩的怎么样去抗争 这个小贩包括小贩曾经的那一段的天水为 那个小贩被围堵过来 包括在其实在港大听 陈建明老师还有一个专门做劳工的一个先生 一个老师来讲当年的一些劳工权力抗争 但今天我也感到很多的 就是懂得自然懂 没有办法言说的那种无奈和那种希望 所以我本来有些问题 但我觉得也没必要问 做就是了 那我现在想说的是 就是也直接这个男子的机会 我们在谈那个早期教会史的时候 那个线条很粗 都是一个我们怎么样教会过来 但是我们的每一步走到今天 是一个一个活生生的人 他们一点一点具体的作为而来的 所以我对我个人来讲 我有一个负担呢 是做早期来华传教士 人的史料 不是那个教会史料 而是人的史料 所以当我在追这个戴德森 当然那个香港可能会有其他 靠南边的南中国影响比较多 但是当我在追戴德森 在追伯格里的时候 当我在那个出线条里面 再往里面看的时候 我发现其实我们是很无知的 大多数人对于那个很细腻的那一些故事是很无知的 而且连戴德森 伯格里包括广州的这些博家医生 那些名人们我们尚且对他如此出线条和了解的很单一 那还有那么多成千上万的传教士 成千上万个传教士 无名的传教士 基本上可能就我们就一笔忽略 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谁 所以我是有一个负担 然后因为传教士那么多 所以我抓的线头是以内地会和内地会盟会为主的 这样的一个来华传教士的和他们的资料 就他们留下来的资料 以及他们的后人和他们的补会 这个方面我希望去做连接 然后我已经开始往英国去追 找去那个戴德森的家乡和那些县 我看到的就是整个英国对于内地会 已经基本就翻篇了 对于那些早期曾经在中国过的传教士的先辈们 基本翻篇了 不仅翻篇了 而且一点纪念的心意都没有 我觉得挺难过的 所以我借这个机会呢 是想说我在做这件事情 我很有负担 然后呢 我因为您是在这样的一个 有那么多年的这个在香港 在这个圈子里面 所以假如您也知道就是哪些可能 就是希望也能 您能给我提供一些资讯方面的连接 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人 就是早期来华传教士 他们是谁 他们长什么样子 他们回去以后有没有留下一些资料 他们的母会 然后包括就是这些很具体细节的东西 我希望尽一些力量能够把这块 就在我们这一代人把这些东西能够有一些呈现 包括就是还有欧洲的 除了英国以外 其实那个海外 内地卫后来他们改名叫海外基督系团 OMF 他们后来也出版了一些关于戴德胜 以及内地卫一些不同的传教士的一些传誌 内地卫有一个很重要的出版是 China's Minions 它的中文名是 忘记了 那个是一套他们的一个期刊 OMF他们后来也出版了一些 把它翻译一些故事 里面很多不同不出名的传教士 他们在一些生命的故事 所以你有机会可以查一下 那个海外基督系团 他们一些出版的刊物 有在台湾的那个宇宙观 那个那个机构 他们其实他们那个 魏外扬老师 魏外扬 他也做了很多一些传教士的生命的传记的一些小文章 也出版过书 所以我想这方面都已经有一些他们在 特别是内地会 在这方面都可以让我们参考 对你所做的非常有意思 对这些传教士 我们过去可能只是看一些有名的 其实很多不出名的 其实他们贡献了他们的生命来到中国 我想他们所做的 其实也是值得我们去把它重新整理出来的 谢谢 您刚才说的那个名字 您能再跟我讲一下 就是 那个是 台湾那个是宇宙观 那个机构 然后他里面那个是 魏外扬老师 魏是那个魏晋南北桥那个魏 魏是外国的外 扬是那个传扬的扬 魏外扬 写在聊天室上面 那还有小问题是说 您知道北美就有一个点华网 他其实登了很多 但是我一直联系不到他们 对他们做了很多传统的整理 对那个 他们留在网上的地址 就完全没办法联系 然后那两个那个人 他还是夏威夷 还有哪个教会的长老什么 我问了很多人 我都没有办法 联系到他们这个团队 哦 好 你下来再请教那个 好 有机会可以通过张老师 来发联络信息给我 非常感谢 好 下来 那个今天我们的时间 已经超过了 那个我们请王伟强牧师 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谢谢新老师多年来的研究 对战后 以及到1980年代 香港整个的一些教会 跟社会的互动 社会关怀等等 做出给我们很多的启发 主 虽然80年代之后 一直到现在 整个世界的局势要改变 巴不得把当初 好多教会宣教士机构 他们所做的一些原则 一些值得我们参考的地方 主啊 帮助我们能够转化 不管用在哪一个地方 主啊 愿你继续赐福 行老师 他继续地研究 他的生活 他的家庭 也感谢主 我们有其他的弟兄姐妹 他们在各方面 都有心去探索 愿意我们透过这个平台 不断地互相的连结 把过去上帝 你大人的手 在我们人生 在不同地方 所做过的事情 我们记录下来 主啊 成为你的见证 以至于众人 不得不将荣耀 归给我们天上的父 主啊 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 给我们今天宝贵的时间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好 非常感谢秦院长 今天给我们的这个讲座 起码我知道了一个 被罪者这个概念 我觉得今天是一个很大的收获 那个 我们下一周的同一时间 同一房间 是在美国的张伯利牧师 他的讲座 也希望大家都来参与 好 谢谢 谢谢秦院长 谢谢大家的参加 好 谢谢 再见 平安 平安 谢谢 谢谢老师 拜拜 拜拜 那个张谭老师 张谭老师 在吧张谭老师 那个最近据我所知 又有几个墙内的弟兄姊妹 因为参加就是咱们那个主内的众母会议被喝茶了 所以你们也注意安全 一定要注意安全 啊 是 你们主要是在墙内的注意安全 我我现在我都是那个尽量的不请墙内的那个来说 啊 好 谢谢 谢谢你的关怀提醒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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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